请问什么东西是为女人设计的 却被男人用了 戳衣板 哎呦 说什么东西张开大 地上小 白天用得多 晚上用得少 聪明的你能猜到吗 猜到留言谁在下方 一个少妇倒垃圾 一不小心了 滑倒在垃圾堆 真要爬起来 被一个紧破烂的老头啊 搂在了怀里 老头啊 感慨的说 哎 成人就是不会过日子 这么好的媳妇啊 说不要啊 就不要 请问什么是美女呢 美女就是 能把六十岁的男人思想搞乱 把五十岁的男人财产霸占 让四十岁的男人妻离子散 让三十岁的男人腰杆瘫痪 二十岁的小狼狗天天围着他转 哎呦 凭什么说你是女的 拿什么证明 掏出来给我看看 嗯 干什么 身份证啊 哎呦 什么 哎呦妈终于等到你了 幸亏我没有放弃 既然来了 今天你就好好看看我 不管今天我美丽与否 这都是我最年轻的一天 喂 谁呀 你老公在我手上 你打错了吧 别废话 你老公被我绑架了 不要报警 然后呢 给钱数人呢 你那边多少人 我怎么数啊 是不是傻 给钱救人 多少钱呢 五十万 我老公才值五十万 八十 八十万 一分不能再少了 行行行 八十就八十 那行 那你打到我卡上来吧 六二二 八四八 你是不是少 我给你钱呢 你给我八十 你救人 你才傻呢 我老公都给你了 你还炒我要钱 你是不是和单家伯母 有一腿 对呀 你不是同意了吗 我啥时候同意的 我问你了 我说咱家伯母 能不能干 你咋说的 我说能干呀 对呀 我干了 哎呦 你好美女 请问一下 你们女生穿短裤 是为了吸引我们男生吗 不是呀 那为什么裤子 要越穿越短 那还不是 要给我们男生看 没有你们男生 我们压根就不用穿裤了 说 浑身是毛 常在水里泡 和你常贴脸 天天离不了 猜疑日常用品 聪明的你猜到了吗 请问你在家的地位怎么样 不是我吹 这么跟你说吧 我不做饭 没人敢做饭 我不洗碗 没人敢洗碗 我不拖地 没人敢拖地 除了钱管不到 其他的都归我管 哎呦 你还是不是人 怎么了 我和你分手都两年了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男人 把婚结了 结婚的时候 你随你随一百 今天我儿子满意 你随你随两万 你什么意思 我爱随一百就随一百 我想随两万就随两万 怎么了 现在我老公要跟我离婚 你说怎么办 该咋办咋办 管我屁事滚蛋 谁要是娶了我 冬天我给你暖被窝 夏天我给你扇扇子 抽烟我给你点 喝酒我给你倒 这样的好媳妇 你还不给 哎美女 你是大学生吗 是啊 那我可以问你一个 一年级的数学题吗 你问我一个三年级的 好 我老板15年前15岁 15年后他多少岁啊 嗯 15年后当然是30岁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还问我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请问如何用一句话 得罪三个人 婆婆 你找老公的水平 比我还差 哎呦 你妈 你说人身上 哪两个器官长得比较像 但是功能不一样 大肠和大脑长得挺像 但是里边装的东西不一样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昨天晚上啊 我就问我老公 我说老公啊 我想问你一个事 你要如实说 老公说什么事啊 我说你看 你长得这么碎 还这么有本事 我这么笨 为什么当初你就看上我了呀 老公说 因为你笨的可爱呀 我说你看我还这么胖 因为你胖的富泰呀 我就说了 老公 你要说实话啊 咱夫妻之间要坦诚相对 老公说 要说实话吗 哎 当初 那个算命先生说了 我要是不娶你 我活不到三十岁 我说了 哎 你知道吗 老公 那个算命先生 是我花一百块钱雇的 老公 你将来要是有狐狸精勾引 你怎么办呢 我就告诉他 我家有个母老虎 你才买吗 还有你吗 哈哈哈哈 这么冷天 你叫出来干啥 你过得还好吗 我们都分手了 你管我过得好不好 再说了 你都跟别的女人跑了 你过得好就行了呗 我过得不好 他把我所有的钱都骗光了 我今天过来找你 不是为了给你诉苦 我是希望你能借我两万块钱 行 那这样 我借你二十万 然后你拿这点钱做投资吧 真的吗 那太谢谢你了 那你怎么给我 晚点 我烧给你 我烧给你 哎呦 不要 就这样的人 还出来跟我借钱 日本女人在新婚之夜 说嗨 哪里照顾不到 请多多原谅 咱们中国女人结婚 会说 老公 快把藏本拿来 看看咱们收了 全国男人都撒过的一句谎是什么 我就抱抱你 啥也不干 哎呦 你妈 我是安徽的 安徽同龄的 当我摘下口罩的这一刻 你们看我好不好看 高低夸我两极 不管你是妹子良心啊 还是摸子良心都行 一个女人正不正经 看她这几样东西 你就知道了 第一 男闺蜜特别多的女人 第二 经常浓妆艳抹的女人 第三 经常跟别的男人 出去吃饭 唱歌的女人 回来了 哎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我肝不太好 那把酒戒了吧 那不让喝酒 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啊 那不是对你身体好吗 哎 行行行 戒戒戒 医生还说啥了 医生还说肺也不太好 那把烟也戒了吧 那 那不让喝酒 也不让抽烟 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啊 那不是对你身体好吗 好 行行行 戒戒戒戒 还说啥了 医生还说我肾不太好 不建议同房 哪个医生说的呀 在这胡说八道 我跟你说 咱们不能听他的 不信他的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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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